有了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琴 今天呢 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诗人 真的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样坐在我身边 这个乌奴 他其实今天是要去做展览的 他展览什么呢 展览他的病例 可以说是困了他很久了 的胃病 胃不舒服吧 其实就会一样胃脏器 胃脏器 其实身边 我觉得蛮多朋友 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小状况 所以我就很想 跟大家分享 希望他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 所以首先先让困奴 告诉一下他的病例 可以这样子讲 其实我的胃病 蛮久了 大概有两年 两年多前 就是从偶尔 会发作到 差不多一年多前 就很平密 就可能一星期会不舒服 几次这样子 过后就去照一下胃经 要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你的胃是怎样不舒服 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不舒服是 不是痛哦 我的胃不是痛的哦 不是痛的 很多人讲胃胃胃胃痛 可能挺着一下 普通人是ok的对吗 吃饼啊吃饼肝啊 ok啊 我就不能咯 我随便一点东西吃了下去 它会更加饿 吃了东西更加饿 然后胃脏脏 脏咯很脏气 就感觉更加一直饿咯 然后我在吃完那个mild的时候 也感觉那个食物 有时候是觉得满到喉咙了 不过那个胃好像穿了冻 就是甜不满 吃不下了 那个胃都好像是空的 那种感觉 就是一直脏的 很不舒服咯 会不会啊 其实非常不劳 为什么这颗脸应呢 导致我胖了差不多 6 因为不知道 一直是一直是一直是 是吗 啊 那就会很不舒服 你不吃很不舒服的哦 你就吃到很饱很饱 它可能慢慢那个感觉就会消失了 不然就是一定要以药物来控制了咯 ok 所以就是这样你之前 你告诉我其实是蛮长的时间 你这样的状况的 然后 只是在过去的一年吧 很频密啊 一年前咯 我照慾镜之前就觉得 不能了 一定要去find out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如果这样子一直放下去也不是办法 一直这样不舒服也不是办法 所以就决定去照慾镜 照慾镜 ok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那慾镜的过程是怎么样 有你花费了多少钱 然后是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去照慾镜是那时候就是 13个月前 我记得是学校假期 那时候我就回我的家庭太平了 刚好在我回去之前呢 我爸爸跟哥哥也是去了这个冰城的 specialist 就是胃上 胃的转科 胃的转科 对 所以他们照了就觉得说 那个医生不错 给的药也ok 他们很适合啦 所以也建议我去看一看咯 ok 然后我去了 我去照了过后 那个报告出来 医生是告诉我 给大家讲看讲 这个就是我的Wave的 看到吗 可以看到 有一个是发炎 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两个 有一点红红这边 红红的 对 就发觉它的是 胃和二指肠 有发炎 不过不算严重 医生说可以 治药来通知啦 我说我住在KL 然后他就直接开了两个月的药 两个月的药 对 然后他是说 通常治了两个月就ok了的 结果也ok吗 不需要回去复诊啦 然后治了两个月也是 他有减少 他有减少 只是减少那个 好像不舒服咯 可能一个月有三四 一个月 一个月的次数可能减半了啦 不过还是会这样子咯 对 而且有一个重点 他的医生告诉他 很多东西不可以吃 他还给他一张表 可能大家有类似情况 都很有感觉 你疼了 然后我就会问他 这样你可以吃什么咯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什么不可以吃 今天我来当医生 通常呢 胃病的人 就是胃酸倒流也好 胃痛也好 胃病的人 多数医生都是给这张的 给这张 不可以抽烟 不可以抽烟咯 咖啡要戒掉咯 很痛苦咧 然后酒精咯 这些我都不碰的咧 然后我也是有这个问题咧 很奇怪咧 然后面 我也是很奇怪 为什么不能咧 然后 chocolate 这些就要减少咯 煎炸食物啊 油腻的食物啊 还有汽水 汽水我是不碰的 我也是会这样子 我也奇怪 快食物啊 要尽量减少 这些都尽量减少 而且呢 水果 水果类也是很重要 这是橘类的 橘类就是有包括 orange orange orange不能吃咧 都可怜 橘类啊 就是有柚子之类的 黄梨咯 连番茄都不能咧 哇真的是很多耶 基本上 什么都不用吃了 要戒口耶 要戒掉很多 对我来讲 戒痛苦应该是咖啡跟茶 都不能喝耶 很痛苦耶 幸好我都没有这些 这些咖啡饮 这些我都不喝咖啡的 这样子齁 但如果是当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碰到这些食物 那个东西不来是吗 其实也不是说碰到 我会在发作呢 其实也很多原因 偶尔是压力或者紧张 或者说我 我那个食物不合我的胃口 椰浆啊 那个是椰浆啊 椰浆 我也是很偏爱椰浆的食物 椰浆的我也是要很注意咯 很敏感咯 然后我甚至有时 凉茶都不能喝 好像那个味非常的寒 寒凉寒冷啊 寒冷的食物也不能喝 酸菜 酸菜不能喝 酸菜汤啊 酸菜汤啊 然后椰浆那种糕点 椰浆 炸罢了都不可以啊 又来了 我本讲是 我会投资 我就是要紧食物打底 先吃了正餐 然后投资一小口 可能半块这样子 嗯 这个是历史啦 但是现在真的是变历史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我讲 其实他之前传我们的Aura Pass 已经有改善了的 改善非常多 改善非常多 我自从传了过后 几乎可以说好了90% 好了90% 所以就胃口大怕啊 因为 90%怎么样 就是你所谓的90% 因为之前你碰到那种食物 就觉得不舒服那感觉又来 然后 就需要吃药嘛 然后吃药是一天几次 看我说 就是穿了裤子过后 没有之前 之前啊 之前蛮严重啊 现在 来展览我都会要的时候 我家里来展览 有吗 你看 有有有 他的展览有看到吗 哇真的很多 我会笑嘞 哇 很夸张 我来介绍啊 这个是中药 这个中药 然后不能 不只 只吃一餐的 你要联系吃很多罐 就是要慢慢调理的 这个叫健皮丸 打中 就是那些 中 什么 中匹店那些 然后这个GavisGuan 最普遍咯 你今天不需要讲味药 其实 他是要跟我们讲 就试了很多的这个味药 所以 当他真的是穿了裤子过后 这个情况改善 他说变成只需要整个 吃一点点 味药啊 味药 其实我 这些味药不能放去哪里了 其实我都很久都没有碰到这些味药了 然后我穿了裤子过后 就是 因为就是感觉很好了 所以就会想吃之前不能碰的食物 然后ABC 吃饭碗 咦没有吃 然后就 就很时常去尝试一些之前不能吃的食物咯 然后偶尔 我知道或者饿到了 他有点不舒服 我就拿最轻的那个味药 就是用氧的那种 可以一粒 他就可以说 ok过后没事了 对 轻微 或者说我还没有吃味药 嗯 我穿着裤子 我可能忍一下 我吃了东西过后 他也ok了 嗯 他就很快想吃那种感觉 算是还有 啊 只是偶尔 在我饿吃的时候 对 然后 然后 因为我们最近 嗯 就是出了这个 推出了雪纹豆嘛 他跟我说 他应该是吃了一个一个月吧 就是早两 一天两包而已 一天两 一天两包 忘记的话一包 就是一天一包到两包 连续一个月是吗 嗯 还不到一个月 连这么微小的 这个 胃不舒服都完全的改善 所以现在他竟然可以吃什么 你自己去 扎人一下 刚才我们去吃 咸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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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椰子冰沙 叶子沙冰 沙冰 沙冰 什么冰沙 沙冰 然后真的是 他可以开始去吃一家之前 都不能碰的食物 所以这个是很好见证的 就是帮助胃 很多人都有那些所谓的风沫 其实混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对对对对 你的风沫是怎样的情况会发生 我都是 他偶尔偶尔就会出现 我有发现到 好像说 上个月等这个月啦 上个月还是假期嘛 就是睡眠就比较充足 然后这个月刚开学 就是睡少了 然后就发现可能就是免疫力下降了 他就会 偶尔就是一打一打就出现咯 然后 我有一次最 最记得的就是 我去巴萨 早上的时候去巴萨 就是有去看衣服啊 卖新年衣啊 然后我就试看套上而已 其实是没有真正去试 只是在这样子外面套上而已 然后什么发生 然后脱掉过过呢 我的手臂就突然间 一一patch就出来了 那个风沫 一大一大 他是开始一一一片罢了 一片罢了我就想 哦糟糕了 等下触到整个手很难看了 然后刚好那天我带出去 我就立刻刺 所以有不到 应该不到20分钟 消的 通常这个一片出来呢 他会觉得 可能左手有 这一个部分有 他右手也会来啦 纹身 他就慢慢越来越多 这样子 不过那一片我吃下去过后 半小二十分钟 不到 应该不到20分钟这样 很快 我从这里 可能看了几分钟 我走去那边 过后看一看 诶不见了 没有了 真的 所以改善了他的胃 这个胃发炎 然后十二子肠发炎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风沫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 孩子那时 上风感冒 对 因为上个月 就是 还没有 pre-launch的时候 就拿了很少的衣 就是拿回来 刚好孩子就不舒服 就有点 一直 他去 流鼻涕 开始流鼻涕 因为有点 温温这样啦 体温开始感冒 这样子 通常会看医生吗 通常我也是会 观察先啦 不过我看轻微 要开始了 所以我就赶快先给他 不用 一天不用两包咯 啊哈 就是今天两包 明天两包而已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了 很好摸这样子 什么珍重的小吃了 而且 他孩子现在只想偷吃 对 偷吃 发现为什么 雪螺豆用来越少了 然后 因为很喜欢 喜欢吃 就 我要吃雪螺豆了 然后 妈咪我头痛 丢一包 哈哈哈 因为雪螺豆是那个很天然的 这个蓝莓的口味啊 真的小孩子 其实都好像当糖果这样 零食 但是其实就是 真的是我们免疫系统的 这个维他命维生素来的 所以真的 今天淡淡 阿昆自己本身 还有孩子呢 都通过我们雪螺豆 就是一包 或者小包 这样子 每天吃 就是给我们的 营养素 就改善了他 很多这个 生活上的一些不便咯 就是那些小状况啊 就是那个胃啊 发炎啊 然后还有就是 风沫 还有孩子的伤口感冒 so 真的这个产品 真的是可以 帮助到大家长门口啊 so 希望我们今天要帮助 还有啊 因为我发现 是雪螺豆哦 因为进来 就是要新年嘛 要减肥嘛 哦 你跟我讲 雪螺豆可以减肥啊 是帮助到我啦 怎么样讲 因为 因为要减肥 所以我们就 平时的食量一定要先减低咯 ok 只要减少咯 减少我就 对我而言就是会 比较常 会饿到了 对不对 因为食量减少了嘛 食量减少了 我就进来就 比较常饿到 ok 不过我发现 我也是雪螺豆 嗯 会病都没有发作 哦 以前我只要饿一次 两次 嗯 嗯 还没有从不止之前啊 有时候饿到一次我都发作了 嗯 嗯 然后现在啊 我有时在煮着 不过已经饿了 还没有煮好 嗯 感觉饿了 去拿一包酒都来吃 嗯 然后他就 就ok了 没有事啊 这是我的个人发现 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个人个人心发现 哈哈哈 他的他的亲身体验啊 亲身体验啊 因为我本身有这个胃病的问题嘛 嗯 所以就非常敏感 啊 敏感啊 那一些食物吃了会不舒服啊 吃了哎我没有 没有不舒服 而且我还有一样就是 嗯 对 虽然说呢 我那些番茄我都不能吃啊 番茄 啊我还有多吃orange 我吃orange了 现在可以吃了 还有番茄 然后befuel也是很有番茄味 那个番茄萃取物啊 嗯 不过我每天早上都空腹只喝 都没问题 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然以前啊 果汁的东西有这种 所谓果类的啊 我不能空腹只用的 你看哪里兴奋啊 不能停了 兴奋 哈哈哈 因为真的帮忙很多啦 但是anyhow 因为这个 就是 短短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是 deliver the message 就是比较精准 可以让大家知道嘛 所以没有关系 如果是大家有更加想了解 多一点的见证的话 可以在私底下 找婚聊哦 这样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